这是什么游戏啊 配置要求高吗 手机能玩吗 点开这个视频的你 如果也有上面这样的人生三连问 仍然在发愁 不知道什么样的手游 才算得上大作的话 那不妨继续看下去 让我来跟你说说 那些手机上也能玩的高评分大作 良心推荐 记得点赞收藏哦 逆转裁判123 成步唐精选集 以法庭为舞台 我们要做的是将扮演律师 成步唐龙一 为证明委托人的清白 而踏上法庭 游戏的玩法 大致上可以分为证据调查 和法庭辩护两部分 私底下 面对扑朔迷离的案情 我们要做的 首先是前往事发地 搜罗现场的蛛丝马迹 将寻获的证据 好好搜集 建立起对事件的初步判断 到了法庭上 面对闲人的供词 我们就需要咬文嚼刺 用慧眼识破一点 主点击破 粉碎对方的谎言 逆转裁判本质上是一款AVG游戏 有着大段文字 需要静下心来探索发现 用推理来逆转局面 尽管有着长篇幅的铺陈 尽管他没法在短短几次互动间 就带来爽快感 尽管搜查和辩护时 常会陷入穷局的局面 但只要能够将 复杂案件的来龙去脉 都理个清楚 搞明白背后的真相 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也无欲论比 弹丸论破 或强弹辩驳 同样是玩的推理 不过显然小高和刚 更加放飞自我一些 来到超高级校级学院 我们扮演的是 有理于事件内外的主角 在莫名昏厥后 跟大伙一起孤立无援 接着自称学院长的 神秘黑白熊登场 宣布游戏规则为 只要神不知鬼不觉 杀掉一位同学 就可以脱离困境 就这样 在推理作品中 最经典的 暴风雪山装环境下 上映了一处处凶杀案 头顶主角光环 玩家身负寻找真相的众人 将探索校园 与案发现场的搜寻线索 在壮的学籍裁判中 抓住凶手 与越来越少的同伴 一起寻找深的希望 每次事件可以分为 日常 非日常 和班级审判三个片章 其中日常片内容 是探索校园 及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 在事件发生后 会进入非日常片 进行现场及证据的搜查 获取言诞 而在接下来的班级审判中 会互相指认犯人 找出大家发言中 与事事不符的地方 使用言诞进行论破 起义人生 起义人生的主角 为名平平无奇的 普通美国女学生麦克斯 在阔别出生第五年之后 为了学习摄影 而回到家乡 却因为一场意外 发现自己 拥有了回溯时间的能力 导致他每一个选择 将引发蝴蝶效应 游戏章节模式讲故事 从第三人称视角又玩 一方面 游戏内可互动物品 均有手绘图标 互动后能够物品 进行观察或协助解谜 另一方面 游戏允许和鼓励玩家 使用麦克斯对实践的操纵能力 来改变过去的行动 甚至获知额外信息 显示更多互动选项 而以做出的选择 将改变未来 造成短期或长期的影响 在玩中 玩家做出的所有选择 虚无绝对的对错之分 浮获相依 短期内有利的选择 也许会为将来带来恶果 雷顿教授与不可思议的小镇 看上去是小清新 玩起来也挺小清新 雷顿教授与不可思议的小镇 就是这么一款 风格相当清新的意志游戏 玩家扮演的主角雷顿教授 身份是一名考古学家 某天收到了一封 来自不可思议小镇的委托书 于是他和他的助手受邀 来到了神秘小镇 为解开拉姆夫的一场 黄金国事而进行探索 但小镇居民个个是好奇宝宝 热衷于做脑筋机转玩游戏 游戏主要的内容 是和城镇中的人对话 四处探索 想办法找出神秘事件的真相 同时必须解开 证明提出的各种谜题 谜题有许多不同的种类 每道谜题并没有时间或步骤数限制 但会提示玩者 干谜题最短可解开的步骤或时间 因此在游玩时 并不会感到压力 勇者斗恶龙 创世小玩家 阿雷夫加尔德复兴记 勇者斗恶龙 创世小玩家 是经典的日系国民级RPG 勇者斗恶龙系列的衍生游戏 游戏将舞台设立在了 初代勇者斗恶龙的世界 阿雷夫加德 在这里 世界被怪物占据 玩家家扮演救世主 重建者被荒废的世界 交代了大背景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从小事做起 用手上的块状积木 搭建营地 而营地又会基于建造物的数量 显示不同等级 有了住处 要做的就是收集素材 为父亲家园 添砖加瓦 此时你不仅需要随时间推移 填饱自己的肚子 好好考虑在地图的 机脚盖的探索 寻找 蒸汽装备 他要选好时机 对野外出现的不同怪物 狠狠下手 系列中的史莱姆和龙等怪物 出现在游戏中 可以说勇者斗龙 创世小玩家 是一款集合了建造 探索和动作RPG元素的游戏 一眼望过去 有几番我的世界的即视感 可上手品鉴之后 才能感觉到不同风味 女神侧身像 雷纳斯 要问你对女神侧身像 雷纳斯的第一印象 一般路人恐怕回答最多的 要数美术和音乐 而要是系列资深爱好者 一定会再加上一句 系统很有趣 游戏最早于1999年 在PS平台发售 比试做在小板凳上 看着大顿的剧情动画 虽然制作精良 可语言不通 看着除了能够欣赏 女神们的曼妙身姿 和等候身优 为角色演语注入灵魂外 那就只有肝着急 可论其系统 那就说不完的话 游戏的迷宫设计 不仅有平面 也引入纵深 玩家操纵的角色 能够移动 跳跃 划铲 推拉 以挥舞手中剑 和射击冰镜 通过动作的组合 来解决难题 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 动作游戏 它进入战斗 却仍然采用的是 回合交替 互相攻击的模式 不过一个按键 控制一个角色战斗 按一次按键 对应位置的人物 就攻击一次的玩法 又不那么一板一眼 这种熟悉陌生的碰撞 带来了不少新鲜感 最终幻想期 要说本作究竟有多好 只要看看与它名字 一同出现的 其他关键词辩知 让PlayStation 主机大卖的游戏 3D图形 从未有能将技术 游戏性和叙事 像最终幻想期那样结合 游戏诞生于1997年 讲述了一个 名为神罗的科技公司 不断榨取星球的生命 作为能源 而前神罗战士克劳德 和雪崩组织成员们 一起抵抗公司 并最终发现 背后更大的阴谋 在最终幻想期的世界地图上 我们能以俯视视角 探索3D世界 与角色交谈 推进故事 玩家最初只能在 城市米的家中活动 随着游戏推进 而战斗则采用了 系列传统的随时间流逝 战据也会发生改变的 即时战斗系统 至于技能系统 则围绕着游戏世界 观众的魔晶石而建立 将其能嵌入装备上的 专用草位 玩家可由此定制队伍 能用的魔法 召唤术和特殊能力 超时空之药 汇集了日本GRPG 开发团队的梦幻阵容 超时空之药 以时空穿梭为主体 带领玩家横跨现代 中世纪 未来 原始时代和古代 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 少年和少女相遇 却为失控的传送门 来到了400年前的世界 奔向被忘却的过去 遥远的未来 以及时间的尽头 为了拯救星球的命运 一场宏大的冒险 就此拉开帷幕 虽然如今游戏所做出的创新 已经成为了 约定俗成的规则 获则早已经让玩家 写一味场 不过在这里 还是把他们都列出来 多提一句 和随机预递的 传统RPG不同 超时空之药中 许多敌人 直接显示在场景地图上 或是隐藏喜气队伍 接触敌人 就会发生战斗 战斗直接在场景地图上 无缝展开 而战斗系统 则继承自 最终幻想系列的 实时战斗系统 战斗中时间不会停止 角色尽量调充满时 你可以输入指令 敌人的位置 会随着时间流逝 而发生变化 因此 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行动方式 每名角色 带有自己的行动槽 行动槽会依照 角色速度能力值 逐渐充满 当充满时 角色即可行动 而在战斗中 除了攻击以外 还可以使用 每个角色的 特殊能力技能 如果能和同伴配合 还能通过协力 发动更强力的组合剂 组合剂有二人剂 三人剂两种 总共会有超过 五十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另外 随着剧情的推进 玩家可以到达 游戏世界的 七个历史时期 过去的行动 会影响将来的事件 玩家需要穿越历史 寻找新伙伴 完成支线任务 并寻找关键敌人 这期将会决定 游戏的最终结局 鬼祭四 采用了 尼路和弹丁的 双主角设计号 鬼祭四也给两位男魔 配备了足够华丽的 动作系统 尼路拥有全新的 战斗能力 恶魔之手 可以利用恶魔之力 吸取敌人能力 并可以对敌人 施展投技 或鬼手抓取技 但弹丁拥有 全新的切换风格系统 按下对应的十字键 可以在游戏中 及时切换风格 包括骗术师 皇家护卫 枪神 剑圣 和黑暗杀手 共五种风格 各有着重点 游戏一共有七种难度 每个难度下 角色和敌人的攻击力 都不相同 难度越高 角色的攻击力就越低 另外还提供了 被称之为 鲜血宫殿的特殊模式 该模式可以视为 爬他闯关 共101层 敌人AI会逐层上升 每20层一次 系统会根据玩家的 出招次数 速度 频率 种类多少 使用EXG与否等 进行评价 获取炫耀的资本 恶魔城 《月下夜响曲》 它是恶魔城系列的风格 转换的标志性作品 也是被普遍认为的 恶魔城系列巅峰之作 是整个系列中 评价最高的作品 它易改以前的风格 大量增加养成 与隐藏要素 奠念了 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的 基本风格 同时 本作还塑造了一个 经典的游戏形象 吸血鬼鬼公子 艾卡多 成为恶魔城系列中 人气最高的男主角 市场会在同人游戏中 客串出现 回过头来说 以往的恶魔城游戏玩法 均是强调动作性 以贝尔蒙特家族的人物为主角 武器只有鞭子 和少数几种副武器 人物动作僵硬 游戏难度极高 但从本作开始 系列不在 贝尔蒙特家族的人物为主角 武器也不再局限于鞭子 而是加入十八般武艺 从拳脚到魔法 以及刀 剑 杖 盾牌等等 等极装备 魔导器 变身 使魔等系统的引入 也极大丰富了游戏体验 以上这十款手游 均属于大厂制作 经典神作的一只版 在新老玩家的群体中 斗着较高的口碑 如果这些游戏 你还觉得不够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 说出你想要玩的游戏类型 我们会经常为大家 推荐一些 好玩又好看 不甘不克的精品手游